文化資產藝術創新博士班的學生 曾天曉 我也是男一 我應該算你學長 1998到1993 所以男一那個環境我還蠻熟悉的 然後想請教老師就是說 其實你收了很多 學習音樂跟創作的連結 我想請教的是你前面那個身體的 身體運動的臭壞這件事 還有你那個舞蹭音樂對於創作的 或是轉換或是影響性的 謝謝 在於運動這一個東西 可能 它是有一點是女生巨來的一個特性 我小學了之後 就跑得 四年級就跑得比六年級回來 然後 後來到國中就變成選手 選手 選手 這個 後來到師端 他的訓練就 訓練強勢降低之後 就開始 遊走在各種的球類啊什麼 那因為 就是那種課程 只要是 就是 進去 哪一種東西我就可以 隨心說一句 那這一個 呃 後續 這個也影響了 唐古正 因為 唐古正當然 他有一些 是音樂性的問題 再來加上是一些 對音律的敏感度 但至少 你的手 那種運動練 要有一定的 的程度 才練得起來 啊 身體 肢體等等 那之前 我開始在做這個 呃 視覺藝術的時候 我有 我有點自愛自願 跟我說 啊 我之前首先都變軟路 或者是為了生活去教本身啊 幹什麼 啊 我的人生好像是切一段一段 二十歲之前就是 一段 做運動 然後之後到 三十歲這段 這段時間就是都在演作補正 就切了一段 後面 等於是我開始 投入這個創作 是在 呃 開始 嗯 是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六 一九八六 對我來說是三十一歲 那 對一個 如果是從學業兩成的話 我已經慢了人家很久了 所以我一起步的時候 就一直覺得 啊 好慢喔 還慢喔 我也 追不上人家 那時候有一些都是 我年紀的 已經都是 滿 在台北上滿有之命運 啊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會自己去 尤其是越接近現在 會覺得這三件事情 雖然當時好像這個 有一段一段的時間 但是現在覺得 這個 這個是 好像是沒有什麼分別 像我現在 我大概是在七年前 我又會入運動 我現在 都在跑馬拉松 我現在可以很輕易的 一跑十幾公里 我這樣請一下 我已經有十五場 全馬的光塞紀錄 那 這個跑馬拉松的時候 跟 在做這個 就 從 早上 開始 在那邊 你的手 跟 在跑馬拉松的時候 做 欸 這兩件事情好像是 又 又像一件事 因為 之前 我曾經 剛在跑過的時候 有時候 開始出去跑 要怎麼跑 我出去跑 放鬆一下 跑的時候可以想想 今天要做什麼事 結果一跑 甚至於跑到現在 欸 算了一點經驗 你一跑 你的腦袋根本沒有想事情 你 所感受到的就是你的呼吸 你的身體 你一直在 Hocus自己的 那樣 如何 讓自己一步一步 能夠 一直持續下去 那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剛才講說 我必須要在日本 去 對應我的 周圍的環境 像我的工作室 我說我工作室很大 那我工作室都是平衡 像工廠一樣 那 我不能撞空間 第一個 我沒有那個資本 那麼大的 怎麼撞空間 再來 他 他 在做的過程當中 常常必須要去 應應這個 環境 像我在做這個 影片 或許三個一場 一名一番 那 我一個一個這樣堆 這樣影片堆我 可能 三四千個 兩千個 兩千個 那這樣堆的過程 他不可以硬掉 一定要我見不上去 那但是 像在這個天氣 他硬得很快 我不要怎麼辦 我不要噴水 一邊噴水 然後再做 然後感覺硬 都噴了 那這個我沒有辦法 有人來幫我噴 我曾經叫我的助手幫我噴 結果 不是太硬就是整個踏掉 因為那個 他沒有感覺在你 他必須用自己 去處理 然後 那一種 熱 濕 那你 他又要乾得很快 你要維持它不乾 然後你又覺得 我如果能夠做快一點 可以少折磨我 但是你又不能快 為什麼不可以快 你還是要這樣一個一個 你太快你的手受不了 一開始我不是有那個 那個手包了很多東西嗎 我要這樣持續 一天 可能這樣做一個 一天我現在的最大的量 可能會可以做到差不多700天 從早上8點半到晚上9點15 7吧 但是 手隔天就掛掉 那我要控制 當這手不掛掉 我要做很多保護 再來 你要維持 那你不能快 那你現在自己用熱 它要乾 我要噴水 噴水就慢了 就這樣 那你要維持熱 咦 你會覺得呢 有人有開始講 噢你在修行啊 你在幹什麼 但是我從來不會講 但是 那個狀態就很像 在訪媽媽說 那我不是國際選手 我只是一個 年紀這麼大了才開始 又 恢復運動 那我能夠把42公里跑完 在貴基時代跑去偷笑 但是 咦 當你跑 跑了 10公里 後面還有30 跑了60公里 後面還有20 當你整個人 體力一直在消耗 那你要怎麼樣 那你一直在維持 你身體的狀態 那我還是要走 我還是要走 那你不能 我要趕快走完 你走不完 你衝一下 像你的要跨 要好像在 那你自己 坐著就坐 很有趣 很有趣 一個狀態 我大概只能用天 來回憶一個人 我現在最大的計畫 是 我80歲要去 波士頓跑馬拉松 這個是 我人生最大的計畫 不是我80歲要開國 不是 我80歲要去波士頓跑馬拉松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波士頓的馬拉松 要爆米 全世界只有波士頓 有成績 有成績限制 那他們最低的門檻 是4小時50分之內 是80歲以上的族 如果以我現在年齡 我要4小時10分鐘 我現在最好最好的成績 是4小時52分 所以我就看看 能不能維持這樣的成績 或再進步一點 維持到80歲 我就有資格去波士頓 好 這是我們人生最大的原因 那請教老師 就是 老師剛剛講到說 運動一定要變得 讓我們一般都認為 藝術家也比較有平衡 那老師覺得 老師什麼時候自覺自己的藝術全身 然後什麼時候自覺自己 可以朝藝術家的方向來前進 因為老師在鼓掌演奏也很主動 運動也很主動 那其實 老師剛剛也講到 運動跟音樂的關聯性 那是不是跟藝術上有關聯性 那這三者是不是其實 他都是一個天本 然後另外老師剛剛也提到 我老師本來是喜歡畫畫的 那老師今天不曉得 我帶畫畫的 做你給我看一下 就是我們很怕請求老師的 畫畫的精力在滿快 謝謝老師 天分 這個東西 很難用天分兩個字去蓋破 或許 或許 我們只能講 有這樣的性向 或特質 有些人 不會跑 有些人走路就可以跑 這是特質 那 在藝術創作 也是有特質 真的只有特質 但是特質 他能不能成為一個藝術家 或是成為一個成功的藝術家 這裡面包含了很多 特質 特質 堅持 再來 密 密 等等 在我現在的感受 這裡面牽涉到很多 甚至於個性 這個個性 他很有天分 但是他個性 做不到讓自己去 去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個時代 是知識爆炸的時代 你要如何讓自己 在這個充滿 這麼大訊息的時候 能夠讓人家去看到 所以有時候 不是只有 你有那個能耐而已 這中間包含了很多很多 你也好啦 或者是說 你有沒有那一種個性 要把自己 抬出來讓人家聽到嗎 等等 這一些綜合相 大家 我今天我來創作 我可以觀察能力創作 為何我 我是藝術家 我在做藝術創作 自己創作出來是怎麼樣 他就是在創作 今天 我們 北一大裡面有這麼多的學生 這麼多的老師 我們可以說這都是藝術家 但是 一百年後 被看到這個 以前 就有人在講說 好像是在講 哇 我要哪一個藝術 藝術學 一百年如果能夠出現一個 真正人家認為是 一個開創者的藝術家 這個學校公園 這個是很多交錯出來 所以 比較不容易 從一個說 是不是怎樣的天位 可以 達到 怎樣的事情 那如果回到我 本身來講 那我剛才講到 我可能有某一種特質 就是 沒有舞台我活不下去 那我就會去追 追尋那個 我能夠上舞台的機會 所以我不會贏 那 當你去追尋這個 我能夠上舞台機會的時候 當你的東西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 有一定的機會回去 可以看看 我2008年去參加 日本的一個比賽 那個比賽 在當時可以算是 全世界矚目的 一個比賽 我現在想起來 我當還會偷笑 最多半天想到這事情 都還會笑 為什麼 在這個領域裡面 它真的是 真的是 一個很重念的一個東西 那 我當時 在2007年底的時候 我一直計畫著 我要去創作一個作品 去參加這個比賽 結果 一直在忙著 高年老年那個創作品 那個展覽 後來那個展覽 被提名還寫下 所以我必須要去準備 很多資料 他說割 一直割 一直割 欸 突然間有一天晚上 我看到 那個比賽訊息 剩下五天 剩下五天 算了算了 不要剩下 欸 突然一個面 好吧 不然從我在高美館裡面 那一天作品 我去撈一件 他可以送三件 我說撈一件 晚上就在那邊 那他還要寫創作陸書 用英文寫 我就用作文寫一寫 他用不空幫你我自己在 在我看懂的程度下去 把它 驗一驗 寄進去 結果三件多陸寫 那陸寫 送去 是他們出贏了 除非你的手腳 不能的話 作品都不要給他 為了自己出錢 你也可以不要回來送給他們 那為什麼 我三件送去 不可能 三件都必須明白 你在立案就是一件 兩件還是要回來 不然就送掉兩件 乾脆 就跳一件送去 從三件裡面 自己跳一件送過去 你看這個 我剛才講說 很多事情 可是裡面有 有遇碼 有密碼 我那時候如果突然回到 我不參加 就不參加 就沒有這個東西 好參加 那三件我如果挑另外一件 或許去 不會比較 那這個講 對我多重要 還蠻重要的 後來 後來在整個發展裡面 都流失性這個東西 所以 這只能 只能用這樣 來 看待這個事情 那在這裡 最後我們 是先介紹一下 老師的師母 師母 老師的一個 淡淡人 三十九年 林小姐 歡迎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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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裡 來到現場 好 那我們一任列掌聲 來謝謝一下 我們今天主獎人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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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